国立八月北部最备受期待的农特产金山甘薯进入省产季 首批的台农66号红杏甘薯开花出土 金山区甘薯产地多集中于六谷平原 火山地质半沙质土壤排水性加 加上受到阳明山水泉的灌溉 孕育出口感绵密又好吃的红杏甘薯 不仅如此 今年甘薯生长既气候条件好 没有风雨等灾害 因此今年金山甘薯可以说是大丰熟 红杏甘薯刚刚落头有大丰熟 所以既然起来 脂肪比较多 比较不好吃就够多 不错吃 三両厚又好吃就对了 我以前都比较早前 我都吃饭在那百二天 要怎么吃早前 所以我们利用这早前 利用金山的既然知道 好吃 不好吃 我先吃很多人吃就知道 哦 金山甘薯很好吃 其实金山地瓜发源地就是六谷平原 那我们已经播种四位底 今天我们那个程主委 程主委是金山首批的地瓜 所以当初也是七长来协助众主 今天刚好是采收 就是首批 如果正常管道 正常的话应该一百二十天 那因为我们这边 今天的特色 六谷地说是沙鼠地 所以说口感 绝对OK的 而我们还是强调 无毒 无毒种族 杨明山与美人山山脚下的 六谷平原上 等待收成出土的干薯 干薯叶 鲜铝盎然有生气 而刚挖出的干薯外皮鲜红 肉质饱满 看起来相当的可口美味 金山干薯除了以口感绵密 好吃为特色 最重要的是无毒种植 食用下肚也超安心 我们金山的干薯节 定在8月26号 要隆重盛大举行 那在8月1号 我们也在市府召开了记者会 那在8月14号 也会举办所谓的 干薯王的一些竞赛 现在我们在六谷平原 我们金山地区的这些干薯 陆陆续续开始生产 那金山地区的干薯量 可以说在新北市各产区 我们占的这个百分比是最高 我们大概有1600多公吨的产量出来 所以那品质也非常好 我们主要是台农66号的红杏干薯 那甜分甜度也都非常够 营养度也非常好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踊跃采购 8月迎来金山干薯丰收的好消息 而即将到来的月中到月底 即将举办金山干薯节系列活动 金山局长也邀请喜爱金山干薯 香甜松软口感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8月初到8月底的 干薯盛产季节 到金山产地亲自体验 挖干薯与现烤现吃的无限乐趣 季教评和金山采访报道